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感、有美感、有故事 中学生Podcast给你无限可能 说文明话、半文明事、左文明人 欢迎收听学作好公民Podcast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姚文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叶田红老师 又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为叶田红 那田红老师不仅是前电台节目制作人 也是杂志社记者、政治秘书、电视台传播策略员和公关 他也是现任的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时事评论员、布洛克 日常喜欢写文字、阅读、喝咖啡、关注时事 虽然他曾经被批评说斜杠道没有时间重量 但还是坚持关注社会、媒体、政治 好,让我们欢迎天红老师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乔瑟琳脱口秀事件 它其实引发了很大的轰动 那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挑起大众的不满呢? 乔瑟琳的脱口秀如果只是在它整个表演的空间里头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脱口秀只是在它的表演场所里头的出席者观看的话 个人是觉得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因为脱口秀的表演 在原则上来讲说它就是在什么空间表演就留在那个空间里头 那初期去看这个脱口秀的毕竟是理解到说在这个脱口秀的表演内容呢 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讲说比较超乎我们的底线的一些笑话 但是大家在一直离开那个空间就没有再去针对这个脱口秀的内容去做一些批评 那现在乔瑟琳的这个脱口秀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呢? 其中的最大的那个原因是这个片段已经不是留在那个表演空间里头 而是已经跳出那个表演空间放到去网上了 那在网上的肯定是一定会被别人流传的 特别是一些敏感的课题或者是可以挑起一些民族 或者是一些特别敏感的声音线的话 就会很容易去牵动大家的心情 然后就是因为以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跟好像有一点看某一个国家的发展 还有挑起了灾难或灾难性或空难性的那些事件 所以才会挑起大众的不满的 像天皇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不是太过苦的内容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巧瑟琳的这个事件挑出了这个脱口秀空间以外 然后就很容易挑起了国家的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一些关系 然后又或者是挑起了一些政治敏感的课题 那除了最近的乔瑟琳事件 老师可以和我们听众分享 过去是否有类似脱口秀演员 也是因为不当的内容而引起争议的吗 当然如果你讲说脱口秀内容的话 很多一些脱口秀的演员的一些内容 都因为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跟整个网络 所以都会被流传出来的 如果你是说不当的内容而引起争议的话 我相信如果没有在我们国内这里发生的话 其实在国外也是有存在的 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内容去看 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 台湾的一些电视节目 然后就有一些政治评论员的时候 就拿马来西亚疫情管控的那些事情来做一个比较 然后在节目中的有一些调侃 然后就引起了马来西亚公民那个时候2020年的不满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引起争议的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谈的是乔士林事件 跟刚刚我谈到这个台湾政论节目的 这些同样是引起不满 引起争议的事件的特征 它的特征就是它已经跳出它元素的框框了 因为在乔士林这个刚刚我有提到 乔士林的这个所谓的脱口秀 它原本是应该留在脱口秀空间里头 也就是那个表演空间里头 那台湾的政论节目呢 它本来是在台湾地区里头的电视台才可以看得到 而这两样东西都同时被放上网了 所以就会引起争议 所以它就会引起了更多人就是别于脱口秀出席者 或者是别于台湾人民而看到 所以就会肯定会引起不满的 但你说其他的那些脱口秀演员 有没有一些不当的内容而引起争议呢 我相信我们认识的一些脱口秀演员 他有时候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段子一些所谓的玩笑或者是脱口秀的内容 他肯定会引起那些人不满 肯定会存在 只是他的那个效应或者是那个冲击跟影响 没有乔瑟琳事件这一个那么的大 老师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举了台湾政论节目的这个例子 那其实这个台湾政论节目的例子呢 它跟我们这个乔瑟琳事件 同样的特征都是因为 跳出了这个空间跳出了这个框框了 而是因为这些东西还被放在网上过后 引起了极大的效应 然后被很多人看到 那就很容易引起其他人不满 那在乔瑟琳事件有很多网民啊 拍了个人信息 然后去逼迫乔瑟琳去道歉 那这算得上是网络霸凌嘛 那如果算是网络霸凌 网络霸凌到底是怎样界定的呢 如果是从乔瑟琳事件 哪怕是其他事件来讲说 只要有肉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我是觉得已经算是一些网络霸凌的 那网络霸凌它其实是在 有分成不同种类的 那如果你我们依据2020年 有一个学术报告那边指出 总共有10种不同种类的网络霸凌 那其中一种就是肉搜 那这一块东西也是属于网络霸凌的 另外强必它道歉来讲说 我觉得也是一种霸凌的现象 因为道歉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应该 一个人愿意去做出这个动作 才显得出那个诚意嘛 那如果你是逼迫一个人去做出 他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它就是一个网络霸凌的 所以网络霸凌简单来讲说 它跟校园霸凌有异曲通通之妙 我觉得它都是一定会有一个守护者 然后也有受害者 那可是校园霸凌跟网络霸凌最大的区分是 校园霸凌的跟受害者是谁 那在网络霸凌上面呢 其实是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说 他已经自己在进行着网络霸凌 更何况受害者 在网络上面的受害者 我们也是很难去看得到的 受害者 所以网络霸凌的那个 它的影响力会更大 所以简单来讲说 在乔瑟凌这事件来讲 当然我们很多人会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不满 乔瑟凌这样的偷口秀内容 可是如果有很多网民就因为不满乔瑟凌这事情 而去做一些肉搜啊 跟一些逼迫他人去做一些他不愿意的行为的话 个人是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网络霸凌 那其实肉搜呢 本身就是算是一种网络霸凌 那网络霸凌其实就是逼迫别人去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他跟校园霸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可能校园霸凌 他会很明显的看到加害者啊 受害者是谁 那网络霸凌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意识到 就成了一个加害者 那想问一下就是老师 就是谈到言论自由 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可是有时候也很容易说到一些不该说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去拿捏呢 言论自由这个是近代或者是在很早之前 大家都会用这个言论自由去跟你捍卫说 知道说自己在发言的时候他这一份言论 这一个看法会带出怎么样的冲击跟影响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心觉意识 大家就觉得说我发言我开心就好 然后他们不会去理解到说 自己所发言背后所带来的那个冲击力跟影响力有多大 因此如果这些人或者是在每个人或者是我们在发言的时候 能够考虑到能够知道每一次发言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带出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冲击的话 那其实就不会发生什么说到不该说的话了 我是这么觉得 可是如果你知道说言论自由背后的那个发言权利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你发言的那个自由背后所承担的责任的话 你知道它的影响力的话 你其实就很少会说出不应该说的话 那我们要怎样去拿捏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学习到一件事情 我在讲座上说话这两个字 我们面对面看到你你看到我 我能够解读你的脸部表情你的身体语言去进而去理解你说话 所要带来的那个意思跟那个意义 我们现在必须知道说我们现在说话 也有包括说我们在网上面发表一篇看法文章 甚至是一张图片 所以可能我们在每次要写下一段文字 或者是要在网络上面去 任何一种所谓的我们讲的传播文件 也就是说无论是文字图片啊 影片啊 音档等等 我们都要知道说 首先要先去考量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做这件事情过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至少要考虑到这两个问题 而我们在看到这些 有一些言论上面来讲说 你觉得不舒服的 其实你可以选择忽略掉 甚至如果你觉得很严重的 我觉得你可以举报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自由 只是我们也不需要再去顺着这个事 做出一些恶言恶语了嘛 那你也不需要再去复合它 然后再去讲一些更重的话出来啦 所以在拿捏上来讲说 我觉得发言人要拿捏 跟月听中看到那些图片的人 也要懂得讲去哪里 那老师其实刚刚就跟我们讲了 其实每一份的言论自由 它背后都有一份言论责任 当我们了解了发言权利背后 还是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话 就会意识到 我们到底应该拿捏好我们的发言 那其实要怎样拿捏呢 不只是发言人应该做的事情 是看的人听的人他也应该去做的 那我们可能可以先去考量 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又或者是我做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如果是遇到不舒服的言论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尽可能去忽略掉 又或者是举报 而不是顺着这个事去讲一些更重的 更不好听的言论 老师你认为就是如果媒体可以放大效应的话 那使用媒体的人更能将影响力放到最大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应该才说的使用媒体的人 他们这些更加能够将本来拥有的媒体影响力放到最大 所以问题是你的人要怎样去使用媒体 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个影响力了 我们哪怕是一本书 哪怕是我们讲2023年读书的人 哪怕你说少他也可能读同一种书 你看报纸哪怕现在印刷量变得很低 但是一天的传阅率可能达到十人百人跟千人 你讲电视很少人看 然后你打开电视你扭开电视 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看 所以媒体自己本身是有能够将一个讯息放大的能力所在的 那如果现在在问题中讲的使用媒体的人 在过去来讲说我们可能是讲 电视上面的所谓电视节目的编辑 新闻的编辑 这些就是等同于你所说的使用媒体的人 而现在我们讲的使用媒体的人 比较贴切于今天我们谈的那个课题 也就是正在使用社交媒体的人 因为社交媒体自己本身也能够放大效应 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就是我们一般的网民 一般的网民基本上放一些内容上网的话 放到他社交媒体上面 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一些传阅效应了的 我们看近这几天或者是上个星期的一些这几个月的一些内容 有些人会将一些我不满这间餐馆的一些事情po上网 然后很快的就达到四千五千个人去转载 这些也是所谓的将影响力放到最大 然后新闻那边如果报道某个政治人物的一些负面消息 他也是能够放到最大 所以这样的影响会造成的那个效果是 如果我们拿过去的媒体效应跟现在的媒体效应 做一个相对比较的话 现在透过社交媒体传输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媒体影响 会影响更大 所以如果你讲说这份东西在20年前谈的是一份伤害 也就是说有人在看着这篇文章 而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一些感伤 然后随之而来的是伤害 现在这个伤害可能是成十倍成百倍了 所以大家在懂得或者是自己在使用媒体的时候要理解 你所贴上的一个字一个文字一张图 它都能够能够影响到别人 那老师其实告诉我们说 今天在使用媒体的时候 我发了这个内容过后 其实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最后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对于经常浏览社交媒体的新少年是有什么注意的吗 现在经常浏览社交媒体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在 我至少在大概2023年我们会这样去问 你有用脸书吗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在15、16到17岁左右 有可能他们已经不再用脸书了 就是他们现在可能就转到去用Instagram 可能甚至少了 可能现在已经转到去小红书 可能已经在抖音上或者在TikTok上面 那你说经常浏览社交媒体的青少年 我更加担心的是到底有没有浏览一些所谓的新进的社交媒体 而这些社交媒体本来就乖离了一般主流的社交媒体的用途 比如说脸书它有一定的规范 Instagram它在使用上面有一定的规范 TikTok抖音都有自己的那个规则 那其他的社交媒体呢 是不是有一些规则还是它放的最宽放的最松 所以对于经常浏览社交媒体的青少年 这里有几个建议 第一你要清楚知道说 每一个社交媒体所发放出来的讯息 都能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它的那个影响不是讲你看得到的影响 它可能是在身心灵上面的影响 特别是在心理上面的影响 特别是内容塑造上面可能在影响着你的思绪 如果长期去看然后没有去加以诠释 跟因为你不懂得去试读这些媒体内容的话 你只是照当全收的话 可能这些影响已经慢慢逐渐的侵蚀了你的生活 改变了你的生活心态 改变了你一些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在所谓的consume 或者是在使用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要小心 第二是有一些经常浏览社交媒体的青少年呢 而这些青少年呢是在贡献资料的 是在贡献资讯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常常用这一个账号 然后在这一个账户上面贴自己的日常 贴照片也好 贴看法也好 贴想法也好 等等之类的 对于这些同学 在我们的传播学上面 我们会叫的是producer 那这些制作者 这些制造者要清楚知道 就好像刚刚我们讲的 你使用媒体的时候 每一种媒体内容 都能够带来最大的影响效应 你不知道说今天你所影响到的人 有多少位影响到的人 有多 到底那个影响的充息有多大 所以producer和consumer 而现在我们在 叫传播媒体的时候 我们会讲说 这一群人都是叫prosume 大家都是在prosume 不经意的会上传内容 不经意的会去阅读到的一些内容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说 我们要加强自己的媒体试读能力 或者是media literacies 媒体试读 你只要懂得辨别 这些消息的用意跟用途 跟目的是什么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你是安全的 那如果你对自己的媒体试读能力 没有很好的话 那就尝试去上网一些浏览 一些正规的一些资讯 去理解到底媒体试读是什么 然后你从中去做一些注意 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些温习 那相信下来 你在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 你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 OK 那其实老师刚刚呢 就有跟我们分享说 给青少年几个建议 那第一个建议呢 是青少年需要清楚的 知道每个信息 是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 那如果我们长期去看这些信息 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诠释的话 那些信息就很可能会去侵蚀我们的生活 去改变我们的心态 那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 青少年是在扮演着一个贡献者 就是我们可能会不清楚 使用媒体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效应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 青少年可能要想尽办法去加强自己的媒体试读能力 这样子信息来的时候才可以比较保障到我们的安全 那最后呢 我们的节目很快也来到了尾声 非常感谢天花老师的分享 也让我们对于乔瑟琳事件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再次感谢天花老师 谢谢 感谢大家的聆听 别忘了留守每个月带给大家 学做好功能Podcast节目 社会功德从我做起 节目播放平台可以在中学生官网或脸书收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